吳一龍,他第一次來辦公室,我跟他見面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準備投入到基層的選舉 我只為了他有一句話 如果沒有選上,怎麼辦 他說沒有選上,我就繼續再耕耘,再努力 我說那你現在工作呢 他說為了表示決心,我辭掉了工作 他離開了國安會 然後決定投入到這一次台北市的中山跟松山這個選區 我是吳一龍,我很榮幸能夠代表民主進步黨 參選台北市中山區、北松山區的立法委員 過去我從事國際金融十多年 跟商業界的很多人一樣 我選擇在華爾街工作 我加入了知名的高盛基盤公司 但終究我選擇回家 我回台灣扶兵役加入特戰部隊 投入公共事務 希望盡一個公民的義務 因為我相信華爾街不缺一個無移民 可是台灣需要更多愛國的人 更多一起投資家園的人 將近七年前 我選擇離開金融業的舒適圈 今天我選擇加入 投入一場艱難的選戰 無論哪個選擇 背後都是同樣的想法 我無一農 是會義務反顧為這塊土地做事的人 我願意走艱辛的路 只希望為台灣盡一份心力 今天站在各位前面的這個無一農 就是這樣一個人 過去幾年我在行政院跟國安會 做政策的幕僚工作 我累積了許多政策經驗 但是也不可否認 在政治的場域 我還是一個新人 在此非常感謝民進黨給我這個機會 今天正式參選 我要立刻做兩件事 第一 我將展開請義拜會之旅 有許多民進黨跟非民進黨的前隊 為這個國家努力付出 在基層辛苦經營 從今天開始 我會一味一味的拜訪 請義 跟各位前輩學習 第二件事 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 尋求跟所有相同理念的人 相同理念的團體 一起合作 面對中國無孔不入 這樣的這麼大的壓力 台灣走到守護民主經濟轉型 臨門一角的關鍵時刻 這個時候 我們必須匯集所有挺台灣的力量 講萬安委員 是我尊敬的對手 但是特戰有一個精神 勇猛頑強 我骨子裡就是一個特戰隊員 我會讓自己也成為講萬安委員 也尊敬的對手 我希望我們之間的競爭能夠讓文 我希望我們之間的競爭能夠為中山 北松山未來發展 創造一項正向的辯論 但是我心中更期待的是 能夠跟選民 在花博公園跑步 運動 坐著福地挺身 到副景街喝杯咖啡 聽聽大家對中山 北松山過去的記憶 跟未來的想法 我會向大家證明 我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 謝謝大家